原标题 南京杀人赛的两日本军官下场如何 1947年在日本抓获 送中国审判松户会战结束后 日军开始对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 1937年12月 南京杀人赛的两日本军官下场 南京沦陷后 侵华日军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六州的有组织 有计划 有预谋的大屠杀和奸淫 放火 抢劫等血腥暴行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 在南京大屠杀中 中华儿女的生命遭到日军无情的践踏 大量平民及战俘被日军杀害 无数家庭支离破碎 遇难人数超过三十万 有些日本军官为了争攻 甚至展开了杀人赛 以杀人数量最多者为上 最为出名的莫过于 向经敏明和也田义这两个军官 历史书上有坦打的杀人铁正土 也田义判决资料上称其位也田言 与其本名也田义在日语发音中相同 是清华日军第十六师团骗同联队赴山营副官 向经敏明是同一部队炮兵排长 两人都是少类军衔 1937年也田义二十五岁 向经敏明二十六岁 南京大屠杀期间 这两人展开百人斩杀人竞赛 分别残忍杀害 中国无辜平民一百零六名和一百零五名 后来两人又继续比赛 以先杀一百五十人为胜 并让日军战地记者 把他们的事迹大肆报道 为了振奋日军的斗志 当时的日本媒体还对这场竞赛大肆宣扬 并留下了一张著名的合影 也田义和向经敏明两人并肩跨立 军刀主的 1937年12月13日 东京日日新闻一百人展 抄记录维极报道 并刊出两人持刀而立的照片 其冷酷 凶残的形象 成为日本侵略者的罪证 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 至今还保存这几片报纸 上面记载了这两名军官 所反下的滔天大罪 那么问题来了 南京杀人赛的这两个日本军官也填意 和向经敏明下场如何 1947年远东军事法庭开始审判 日本战犯 我国的翻译 官高文斌向政府递上了日军 当时报道的他俩杀人比赛的报纸 然后转给军事法庭 法庭正式接手此案 可是遇到了一个困难 这两个军官竟然已不知所踪 当时的中国政府无奈之下 使得委托驻日盟军代委调查 抓捕野田义和向经敏明 好在驻日盟军还算有点良心 在获知向经敏明和野田义的残暴行径后 对抓捕工作非常重视 很快发出了通缉令 调查和抓捕由盟军总部调查科直接负责 此时百人斩竞赛已经过去了十年 一直活跃在侵略战场 上的向经敏明和野田义是否还活着 也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好在苍天游戏 很快盟军总部调查科给中国代表团 反馈了一个重要线索 向经敏明和野田义还活着 而且肯定在日本 1947年8月20日 在日本西域县的一个不起眼的集市上 隐姓埋名 摆地摊讨生活的野田义 被国际宪兵偶然发现 此时的他 头上裹着白布 一副典型的日本小生意人模样 被国际宪兵扣住时 野田义并没有马上就范 他装出一副听不懂国际宪兵说什么的样子 毫不配合 直到国际宪兵把翻拍的东西日日新闻 举到他眼前 野田义才垂下了头 向经敏明和野田义在清华战场上就携手并肩 回到日本后仍有联系 通过对野田义的审券 向经敏明随后落网 1947年11月6日 盟军将在日本抓获的野田义 和向经敏明经中国驻日代表团军事组引渡到中国 关押在南京小林战犯拘留所 等待他们的 是一场迟到的正义审判 让人没想到的是 在铁政之下 两人依旧不肯承认 书报道是虚假的 根本没有此事 当中国法官将搜集到的两人 当年在母校的演讲稿摆在他俩面前时 里面的内容终于让两人认了罪 并宣判死刑 押往南京执行 1948年1月28日 两声枪响 结束了两个罪孽深重的生命 喜欢的话多多关注 多多点赞 多多收藏 转发和评论 谢谢 本人其他文章也很精彩 欢迎品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